孙悟空属什么? 嗯? 动得你那核桃人大小的脑袋想一想问题吧 猴子就一定属猴吗? 在远中第三回 孙悟空大闹地府时 在生死簿上看到的信息是 那魂字1350号上方著的孙悟空的名字 乃天产石猴 该寿342岁闪钟 也就是说 孙悟空学艺归来 被地府勾魂时 刚好342岁 如果不去学长生布朗树 在这里也就该呜呼了 那么这是哪一年呢? 我们暂时不清楚 那我们继续来推 不能往前只能往后 从地府出来 他被招到天上当了毕马温 时间是多久呢? 不觉半月有余 但是这是天上的时间 他返下天庭回到花果山时 别人告诉他已经过了十多年 他不相信 这小猴说 我才半月有余 哪里有十数年 要知道天上一天 定上一年 也就是说 第一次上天回来 其实是15年 已经过去了 再之后 他第二次折腾到天上当狼 齐天大圣 再次返下天庭 对郑侯说 我记得才半年光景 怎么就说百十年化? 古时候一年大约是人 360天 因此 齐天大圣时期 有180年左右 再之后 孙悟空被二狼神捉拿 送到了太上老君的八卦庐里 具体时针 原著第七回也有写清 真个光阴迅速 不绝 七七四十九日 老君的火候去全 也就是说 孙悟空又过了四十九年 他出来一番大打大闹 结果被如来 压在了五行山 唐僧是贞观十三年 开始取经 并到达五行山的 贞观十三年 贞观十三年 继为公元 六百四十年 唐僧在解救孙悟空之前 猎人刘伯钦说了一段话 先年间 从文德老人家说 王满篡汉之时 天降此山 下压着一个神猴 王满篡汉时间为 公元八年 公元八年 汽油记第八回大圣道 如来哄了我 把我压在此山 五百余年了 不能斩争 这五百年呢 是个概述 其实呢 从公元八年 到公元六百四十年 宋空在五行山下 压有整整 六百三十二年 这样加起来 宋空多少岁 就很清楚了 闹地府时 三百四十二年 毕马温时期 十五年 齐天大圣时期 是一百八十年 八卦炉时期 是四十九年 被困在五行山下时 六百三十二年 总共加起来是 一千两百一十八年 从征官十三年 也就是公元六百四十年 反推一千两百一十八年 就是宋空的出售时间 也就是公元前五百七十八年 公元前五百七十八年 按照这个计算 公元前五百七十八年 是人五年 是马年 所以孙悟空是属马的 哎呦什么 哈哈哈哈